朝劇《花打》 和《潮語》片嚴聲夏帆、元明、陳惠芳、直冠廣東省、汕頭、 他父親和老母親在前屋,他認了客家婆做嫁媽。 他和警察結婚,收尾離婚,和警察生過兩個兒子。 陳寶珠是他嫁妹。 夏帆在十七歲時踩第一出潮語戲曲片《賈金龍》,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和班老子合作開一間陀江影業公司專拍潮語片, 賣樂淺羅、安南、柬埔寨和遼國。 夏帆二十四歲時和他兩條花骨龍, 二月租七百五十鹹龍住在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十六號、香檳大廈、六樓、四十六室。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十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四十六十五月十八十五十七, 她一時看不開喝喝端瓶滴爐、 之後典倉典一隻很辛苦在廚 board 叫床伸淫, 給她的馬者發覺送她入醫院洗衛, 下凡在中華民國五十年曾用陳艷朗作藝名,反出版男人採潮語片。 下凡在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嘉基徐潮語片的青大鬧萬花流在南洋隨便登台。 12月14日,星期一下午四點在曼谷飛落石獵,和藝業、公司班戲子,鄭純英、陳文昌、周樂及陳梅坤,徐潮語文藝片秋戀在南洋隨便登台三個月。 下凡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月二日,星期五晚八點時, 下凡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十一天, 他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星期三晚上八時,夏帆在中環,大會堂,音樂廳,拍著樂星潮劇團 和《香港華僑日報》及《座學運動》二演潮劇籌款。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11月22日,星期日早8時,陳寶珠去啟德機場送夏帆機。 事關夏帆拉藝業公司經理林瑞德、副導演、梁明、攝影師、趙群和戲子, 例如高梁、鄭淳英、鳳子、陳文昌齊齊搭國泰航空公司第703日班基樂曼谷仔裹出潮語片相碟妻, 要拍攝一個星期外景,包括有馬谷 ,清迷 , 宋卡 ,拍攝三寶宮廟 , 試樂園 ,三平街 , 宋卡 ,拍攝三寶宮廟 , 夏帆又開梵榮公司拍粵語片 , 創業、作系陳寶珠踩玉女追兇 , 其他片有血羅根拉菲劍神童 , 又去台灣省拍國語片鬼扶。 夏帆被吳思遠導演請他踩飾影作藝壇照妖鏡 , 夏帆被吳思遠導演請他踩飾影作藝壇照妖鏡 ,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 星期一下午四時 , 夏帆失藥 , 被他的腦子死去家裏發覺他吃了一瓶安眠藥 , 馬上送他入養和醫院救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月一日 , 星期二 , 香港電影資料館搞了個夢族朝星去 , 朝語電影掌飾影 , 那天重迎夏帆和藍天仔製出朝語片展月容 , 夏帆的嫁婆婆穿套紅波仔衣衫出現 , 令嫁婆婆的扣笑扣了期 , 嫁婆婆夏帆說現在八十多都還在做義工 , 是呀 , 金小姐剛剛從新加坡來 , 所以我帶她到處走走走 , 我來介紹 , 這位是我先生 , 這位金小姐 , 這位陳先生 , 朱小姐 , 天南 , 還沒有來嗎 ? 好呀 , 那還高興呀 , 你和朱小姐相識了很久了 , 是嗎 ? 做甚麼 ? 沒事 ? 你以前認識朱小姐的嗎 ? 那你只是認識而已 , 又說不是 ? 好啦 , 我想陪金小姐到處去走走 , 你們都一起去好嗎 ? 那你和我們一起去吧 ? 當然是她要送她回去吧 ? 不用你這樣分身嗎 ? 那我們走吧 , 那謝謝你 , 謝謝你 , 賢南呀 , 你真是會說話了 ? 哪有空 , 我請你喝茶 ? 你說甚麼話 ? 賢南呀 , 還嬰嗎 ? 你這麼大方 , 又這麼熱心 , 真是難得了 ! 聽說小公那位太太 , 大小姐 , 是你介紹的 , 是嗎 ? 為甚麼呀 ? 哦 , 那你也算是報到沒人了 ! 宋英 , 你今天真是辛苦了 , 好像你家自己做起事一樣 好喔